来看到欧洲的疫情 法国19号通报 近在24小时内 新增了13000多人确诊 再创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 而法国累计的确诊人数攀升 也突破了44万人 死亡人数增加到3万1000多人 而英国方面呢 根据英国首相强生的说法 疫情第二波就要到来 内阁在这个周末就要让新对策出炉 十月快到了 著名的慕尼黑啤酒节 今年以化整为零的方式登场 虽然好几万人齐聚一堂的场面 今年不会出现 但是城镇里头仍然有不少地方 可以成群吃喝谈笑 只是从防疫的角度来看 这怎么看都像是群聚 啤酒节的规模还是一点都不小 至于孤悬海外的英国 周末则有好几百人在伦敦 街头示威 抗疫有可能到来的二度封城 由于英国各地的确诊病例激增 许多区域已经开始实施禁足令 包括室内室外集会人数 不可以超过六人 还有酒吧餐厅提早打烊等等 英国首相强森表示 他非常不愿意再次封城 因此呼吁民众加强保持社交距离 流行病学家指出 确诊病例暴增的原因 除了新冠病毒非常强悍之外 各国政府的扩大筛减 也是原因之一 然而比起欧洲这种疫情狂飙的地方 没有新增病例的地区 比如非洲 反而让世卫官员很不放心 面对疫情始终提不出 有效应对方法的世卫组织 只能不断呼吁 防疫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华时新闻网号B1E 氏